嘿,大家好,我是豆芝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 就是我的2019年度爱用彩妆 好,就是这些 这四个箱子里是我2019年买的全部的彩妆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从里面选出便宜又好用的推荐给大家 让我和我的平民哭女豪们 在2020年的开头就可以省下一笔巨款 我们快开始吧,我人家撑不住了 在这个冬天,在这片未来的地球上 我真实的感受到这瓶红地球的魔力 这个是我在双十二买的 然后乱七八糟的就要加起来 一共是花了87块一毛四 还送了这样一个唇釉 然后送了十二克的小样 送了一个美妆袋 它挤出来是这种乳霜的质地 挤出了三头靶子 它挤出来是这种乳霜的质地 没有什么流动性 但是抹开来之后它是非常水润的 它的妆效呢,就是这种奶油剂的妆效 但是看得出来吗,就 它比普通的那种奶油剂又多了这么 一丢丢的水光感 一用上它,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光 最值得一提的是红地球的抗氧化能力 绝了门子了 你刚上妆和你上妆八小时之后 它在你皮肤上的颜色还是一样的 几乎是非常新鲜的感觉 这个肥底液的遮瑕力比较弱 脸上的雀斑,痘印,鼻翼,黑头 只能说有一个两到三成的遮瑕力 也加上妆虽然说对遮瑕力有那么一丢丢丢丢的提高吧 但是它会破坏掉原来漂亮的妆效 所以大家就纸薄薄的打一层就好 我发现卡兹兰是一个特别奇妙的存在 大家想一想卡兹兰是不是咱们记忆中的第一个国产化妆品品牌 但是要是现在给你出个卷子 让你默写国货品牌的话 你可能很难想到卡兹兰 可能近几年国产美妆界确实是吸人辈出 但是卡兹兰的这支 卡兹兰的这支水纹口红 确实让我有一种姜还是老的了 哇,还是老的大的感觉 我手上的这支是24葫芦 它这个包装还是蛮精致的 红葱葱的看起来特别喜经 很适合过年 尤其今年呢,还是我的本命年 我觉得这支口红的存在就是我拒绝我妈给我穿红袜子 红内裤的最好武器 就像我吧,一到了冬天 嘴上真的是一层一层的往下掉这个皮 但是像我这么懒的人吧 又是不可能去做唇部保养的 这支口红涂上就非常滋润又不显纯维 真的很适合像我这种幼懒 唇部状态又不好的小姐妹 颜色是非常好看的胡萝卜色 就是那种爆浆胡萝卜汁 就好像是小兔子砍完胡萝卜之后 嘴角的颜色 它是这种非常水润的质地 上嘴就是嘟嘟唇的效果 我这人生中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不能亲吻在我这张娇嫩的唇上 今天突然买了这么多化妆品 但是散粉其实我就买了一个 它不应该叫做一个 它应该叫一个 真的不是我不想多买 你买这么一个胡椒粉 它就完全够使了 就这个散粉 我是一定要把它传下去 当做我的传家宝的 孙女 这个散粉 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 我现在把它交到你手上 你可一定对焦 你可一定要 把它用完 它是属于那种 你是一个好人类型的散粉 没有什么存在感 它是很可靠 不会改变你原有的妆效 但是会让你的妆容更加持久 说到这里 让我这样的好人 坚定要 流下眼泪 那一年 新发微雨 我对卡其色彩说 我这辈子 不会再遇到 比你更便宜 更好用的眉笔了 直到遇到了这款魔铺 我才知道 什么天长地久 只是随便说说 它在没有专门的旗舰店 但是我查过了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站 确实有悲哀 人家是个正经牌的 前几天我又回购了一批 昨天刚到货 它这怪怪其实还可以 没有什么特别的廉价干 鼻心很细 顺滑流畅 它不像卡其色彩那么容易折断 色号也比较合理 5根29块钱 平均一根不到6块钱 要什么自行学人 要啥自行学 我画一个全妆呢 大概要用到三个修容 分别是PF的黄油修容 用来修脸颊 然后是这个 IOLAGO的481 用来修鼻梁 最后是这个MAKE的Omega 用来修眼窝和卧彩的部分 这三个同桌网右 黄调下降 会调上升 这个修容就是 多一分显黄 少一分显黑 静可攻 退可守 因为它的黄调 会调比较适中 这意味着你脸上 能用到修容的地方 基本都可以用它来完成 总算说顺了 它的粉质比较细腻 对于一款修容来说 它这个显色度有一点偏高 所以你用的时候 切记要少量多次 少量多次 基本是所有化妆品的 必胜要求 这就跟你炒菜是一个道理 一个菜吧 你炒生了 你巴拉巴拉还能吃 一个菜你要是炒糊了 你再吃 哎 丢死了 俗话说这个土到极致 就是炒 但是这款眼影 给我的感觉就是 浮华到极致就是香 你们感受一下 它这个外包装 看一下它这个 乌光淋淋的感觉 先看一下 它送的这个刷子 我这心中一边大骂 你这是个什么玩意 你死去吧 你也太土了 然后一边又感叹 我的天哪 这个就是美人鱼本鱼吧 可能是老老吧 我不知道 大家是否一样 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黑白灰 总是45度角 仰望明媚忧伤 现在岁数大了 就看到这种粉色的 又不灵不灵的东西 喜欢死了好吗 它这个眼影非常的大颗 别的眼影的大小 在它的面前 简直就是地中地好吗 哎呀 地方有点不够了 我得把这边外套脱 看什么 我把你当兄弟 你把我当什么 哑光的时候 有点干涩 但是也顺滑好晕染 珠光色 甘油平衡 恰到好处 延展性和饱和度 都很不错 最后呢 给大家试一下 中间这两个 偏光style 偏光style 这个眼影要怎么上呢 站一下 特别亮 我先站一下 先再停一下 现在站完了 我上一下看看 好看吗 上一下看看 好不好看 上一下 啊好 没上呢 啊 上一下看看 好不好看啊 这两个偏光色 真的好像那种 美人欲出水 然后迎着阳光 溅起的水花的样子 第一个推荐的腮红 是这个 I like girl的48 它的这个粉质啊 显色度啊 就没啥可说了 就是优秀嘛 然后它这个颜色吧 是我的错觉吗 还是大家都 可能会这么觉得呀 就是我觉得用手掌失色 就超酷的好吗 就酷爆了 就好像是那种 武侠小说 这个一根剑飞 然后我 颜色 大家刚上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就是颜色有点太深了 或者是太重了 但是相信我 你回去搭配一件 棕色的毛衣 然后画一个咖啡 雀斑装 就是好看到爆炸 既温柔 然后拥有那种 鬼马少女的灵动 第二个推荐到的是 Alpha的彩虹 我手里一共有三种类型 它家的彩虹 像这种四色的 还有奥色的 还有这种单色的 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就只买这种单色的 这种单色的 它的粉质 要比其他几种都细腻 遮瑕呢 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安美的遮瑕 然后它打开里边 让我用的有一点 这个瑞瑞埋彩 大家不要在意这种细节 这里边呢 有大概三个颜色 然后让我用的 有点分不太出来了 最上边的是一个肉粉色 然后给老子退胶 对 之前看那些个美妆视频呢 就看到我美妆博主 让镜头对焦 我心里就 做死我 但是你 实际操作起来吧 确实这个对焦 是真他娘的烦人 最上边是一个淡粉色 然后是一个淡黄色 然后是一个淡橘色 这边配了一个小刷子 下面有一个调色盘 可以方便你把这些颜色 混合在一起 我一般是用这个粉色 和这个黄色 把内勾上这个凹陷性 给填上 然后再用这个橘色 去综合一下色调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我不知道是自己的心理暗示 还是怎么点 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有了 这个初老的症状了 脸上这个泪勾越来越深 头发也变白了 纵耳也增长了 两颗洁白的门牙 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再坚强的牛逼 也不得不在岁月面前低头 但是我还是要不服老的说一句 接纳才是最好的遮瑕 自信才能美丽 乔欣之前不是上过 那么一条热松吗 就大家之前老说 这个乔欣长得这个普通 长得一般 但是你看 当闪烁出自信光芒的时候 脸还是这张脸 但是就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人了一样 有的小姐妹可能说 那我自信了 我觉得自己好看了 可是周围的人不觉得我好看 怎么办呀 我告诉你想太多了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这么虚伪 人家觉得你长得不好看 能让你知道吗 俩人一见面 大家都是 啊宝宝的又美了 啊天哪 宝宝你这个装也太好看了吧 你见过有俩人一见吗 刘志丽你真丑 瞎说什么大实话 好了 今天我的小宝贝们 已经跟我的大宝贝们分享完了 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 什么都不想买的话 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住 今天的重点 一定要接纳 接受 并且越南自己 自信起来宝贝 自信的你才最美丽 你就是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